冰冰3是美军现役的唯一一款陆基洲际弹道导弹 也是一员冷战老兵 该弹于1966年开始开发 1970年投入战备值班 目前部署在美国的蒙达拿州 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 总规模在400倍上下 冰冰3最初计划使用的寿命是10年 没想到一下子已经服役了50年 超龄服役40年之久 那么冰冰3老以上能犯否呢 下面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冰冰3采用紧急部署 导弹全长为18.2米 有6层楼高 弹体最大直径1.67米 重36吨 要想把这个大家伙送上天 需要一套非常强劲的推进系统 冰冰3的推进系统由三级固体火箭组成 其中第一级能提供92吨的推力 第二级能提供28吨的推力 在前两级燃进分离后 第三级还能继续爆发出16吨的推力 直至将民兵3导弹加速到23马赫的急速 以及1120公里的高度 那么23马赫是什么概念呢 这相当于美国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急速的12倍 而1120公里的飞行高度 是国际空间站运行轨道高度的两倍多 当然了对洲际弹道导弹而言 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打击能力 换而言之就是它的载荷能力与打击精度 民兵3的有效载荷为一吨 最多能搭载三枚MK-12A或MK-21载入载具 载具内部搭载的是一枚W-78或W-87核弹头 当量均超过30万吨TNT 几乎是投资到日本广岛原子弹的20多倍 也就是说一枚民兵3的破坏力 相当于六七十枚二战时使用的原子弹 不过要让民兵3准确命中上万公里外的目标 还需要额外的技术加持 那就是分岛技术 通俗来讲 就是每个载具都可以独立制导 攻击不同的目标 在太空高速飞行时 民兵3主要依靠惯性导航系统制导 这种制导系统的误差会随着时间不断累积 如果不消除这种误差 结果就会失之好灵 差之千里 因此民兵3在制导环节还会参照恒星的方位 如北极星的相对位置来消除灌导系统的误差 并最终以200米左右的命中精度击中目标 从打击能力来看 民兵3虽然已经服役了50年 但尚能一战 而且该弹至今仍保持着不错的战备等级 和试射成功率 对美军维持核威慑十分必要 但作为50年前的产物 过去那个时代的烙印 让民兵3在现代战争中愈发力不从心 而且该弹在射击之初 没有太多考虑突防技术 容易被反导系统拦截 其紧急部署的方式生存力 也难以和中俄的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媲 未来这款导弹待在博物馆 也许比待在发射警力会更加合适 我们也许比赛爆射程 我们也许比赛爆射程 你可以再次给你